我们课本上以蔗糖的合成 与三生电路责合成为例 来说明ATP如何来帮忙 通化作用 可是我这边要补充 实际上蔗糖的形成过程 以及中性脂質的形成过程 与课本上讲的不完全一样 但是还是需要耗败ATP 我们来看看发生什么事呢 首先呢 我们的刚刚所说的 我透过产生 我消耗ATP 让果糖磷酸化变成果糖六磷酸 果糖六磷酸就是六号碳 加了磷酸根 磷酸根在这里 所以叫做磷酸果糖 或叫果糖六磷酸 或叫六磷酸果糖 这个六磷酸要放前放后都行 好 这一点都是跟课本一样 我先耗费ATP让果糖磷酸化了 可是葡萄糖不是 葡萄糖是耗费 UTP 而不是磷酸化你哦 是UTP当中的UDP 直接点到葡萄糖上面 这个分子叫UDP 一肯葡萄糖 葡萄糖与UDP 连在一起 这边还记着什么叫UDP吗 酸磷酸 尿密酸和甘酸 U是尿密酸 然后再通过一个效果叫 蔗糖六磷酸合酶 干嘛叫合酶 因为过程中没有耗费ATP 耗费谁呢 耗费了这个间解 UDP间 UDP掉咯 然后形成这个间解 这个间解叫做 蔗糖六磷酸 这个六磷酸 一样你的零酸根 而形成蔗糖 这叫蔗糖热乳酸 好我形成了蔗糖热乳酸 接下来再通过一些酵素 把零酸根丢掉 我就形成蔗糖 去零酸化的鎂就好了 所以这是真正的蔗糖形成过程 好那我们怎么描述能量变化呢 我们会这样描述的 就是 这两个分子加起来能量 比如这是A 这是B 它形成C A加B能量很高 它变成C之后 会释放能量 我们在能量转化下 不会只看一个间解 或是带一分子 你看整体受值 跟整体产物 受值能量高 产物能量低 所以往下走 它会自发发生 透过酵素吹化 那过程中会放出一些能量 让你形成 这个C 是这样的 好那这个UDP掉下了 后来形成蔗糖又磷酸 我就用这个例子 反驳客我上来一个说法 很多家伙说 这个磷酸根带着能量 所以为了形成新见解 我要让磷酸根丢掉 而让它形成新见解 你看我形成新见解了 磷酸根还在啊 我才没有使用什么 磷酸根的见解能量 没有这回事 而是这个分子接上的UDP 它不稳定 它喜欢跟别人形成见解 形成见解之后 会比较稳定 能量比较低 是以高能边低能 从不稳定边稳定 来判断反应的方向 或是是否会自发反应 才是物质科学描述反应的模式 才不会说 这个间解短断 会释放能量 使得间解形成 会这样说的老师 一定是生物老师 所以我这么说了 念出这句话 好接下来补充一下 中性直直的形成 看起来越负载 越很多负重 但是你们不要急 我只是把它分子画得太仔细了 但是它原理跟刚刚讲的还是一样 我的甘油在这 一样透过ATP的消耗 我让你形成三磷酸甘油 甘油磷酸化了 这不是跟课本讲的一样 对跟课本讲的一样吗 我没有说课本不对啊 还没结束 那我们课本就说 这个磷酸甘油直接跟脂肪酸结合 形成三磷酸根油脂 太快了 不是这么快了 首先你的脂肪酸 必须要连到辅酶A上面 脂肪酸连上辅酶A 这个分子叫脂肪吸肌辅酶A 吸肌是脂肪酸这个关燃机 连在辅酶A上 所以辅酶A连着脂肪酸 形成这叫磷酸基吸辅酶 磷酸吸肌辅酶A 所以辅酶A很常抓别人带胃油 辅酶A是个蛮重要的辅酶A 这两个分子透过三磷酸甘油吸肌转移酶A 把脂肪酸吸肌转移到这里 所以这时候形成这个分子是甘油加一个脂肪酸 它叫单酸甘油脂 因为目前只有一个脂肪酸 这叫单酸甘油脂 我希望你第一步停到这里 插掉插掉 你看第一步甘油在这里 这个磷酸在这里 然后这是脂肪酸 课本上说我的磷酸跟它脱落 形成放出能量 它形成见解 我的磷酸跟海在 所以能量才不是来自于什么磷酸跟脱落 那我的能量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辅酶A的这个见解 它这个脂肪酸黏上辅酶A 形成这个脂肪吸肌辅酶A 它不稳定 它就像把东西丢给别人 烫手三磷酶 给你啦 给你之后呢 整体能量下降 所以这是一个自发性反应 变得比较稳定 变得单酸甘油脂 然后又带来另外一个脂肪吸肌辅酶A 再通过刚刚的转移酶A再放一次 所以再放一个再放一个 我连两个咯 就是这个甘油连两个脂肪酸 这此时的分子叫 双酸甘油脂两个脂肪酸 最后一步比较麻烦 最后一步呢 又来一个脂肪吸肌辅酶A 但是这时候消失换一个了 它变成双酸甘油脂 吸肌转移酶A 所以前面这两个消失是一样的 第二个消失都不一样 它就再把脂肪吸肌这个脂肪 连到最后一边 这时候那个磷酸甘才脱落 所以这个酶必须要把磷酸甘 自换成脂肪酸 所以跟前面的反应稍微不一样 是有不同的酵素 然后整体过程 能量都来自于那个磷酸甘 看起来不是啊 你们这前面都还在耶 是来自于脂肪吸肌辅酶A 它不是一个稳定的分子 它会很快的把脂肪酸这个吸肌 转过去给这个甘油 就形成三酸甘油脂 中性脂肪 这才是实际上 生酸甘油脂形成的过程 那过程中 是不是要耗费ATP啊 要 不是我没看到啊 骗我 哦 你以为这个脂肪吸肌辅酶A怎么来的 耗能啊 好那这个甘油为什么接上磷酸 耗能啊 所以有些耗能是你在现场看不到 是之前就已经弄好了 然后你看到就是其他的分子 像之前那个UDP 为什么会离到UDP 也是要耗能的 好那只是你在这边看不到 好透过这个故事 只是跟大家让大家讲 生化合成会耗费ATP 它不一定直接用在这个纯板音上 哪可能在别的反应发生 来帮助你经营这个反应 就有点像 哇要煮一道菜好麻烦哦 要花好多能量 那你看那个大厨就上场 穿衣服很帅 都拿出来抹一抹 切切切丢下去炒上就上菜 不会啊 他没花什么能量啊 当然哦 这些采买起菜 备料准备锅子 或是洗干净准备瓦斯 都不是他做的啊 都是别人做好的啊 然后别的酵素 别的反应 已经花费ATP 把该做好的料都供好了 等你做最后的步骤 你只是煮熟跟煮装而已 好 以上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 就是真正的生化合成 我们举个例子 我把它讲清楚 到底这场怎么来的 到底三三开往是怎么来的 以下把这个反应的过程 把它讲清楚说明白